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 逢星期二、五或更多的时间 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比特币或加密货币 如果还未subscribe的你可以按右下角的按钮 今天会跟大家讲什么呢? 今天除了会跟大家讲讲比特币的币价之外 也会跟大家讲一个经常都收到的问题 近来经常都收到的问题 就是关于什么叫NFT 今天会跟大家介绍这一件事 究竟是什么 可以在哪里买到 以及其中一只我比较看好的token 在开始以上这些之前 首先有一个分享 一个提醒和公告跟大家讲的 一个分享 首先就是我昨天凌晨的时候 在Patreon上出了一个post 关于一个叫做狗冲的一个计划 今天刚刚完成了这个计划 我相信有些朋友都赚到钱的 我自己都大概赚了十多个percent的 这些机会不是常常都有的 或者其实常常都有的 不过要把握到不是那么容易的 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捕捉这些机会的话 可以加入Patreon做member 先说明一下 不是一定赚的 有时也会亏的 接着就是一个提醒 提醒是什么呢 之前跟大家介绍了一些 Virtual Bank的一些 debit card的一些回赈优惠 有几个都是去到今个月的月底 就会到期的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申请的话 要快点申请了 虽然我都相信 这些优惠完结了之后 都会有其他优惠推出的 但如果大家想快点赚到 这些优惠的话 就可以去申请了 第三件事就是一个公告 关于Patreon的专柜会员名额 之前这个名额爆了 也有些朋友说想加入 现在不能加入 经过考虑之后 我决定明天开始 加多20个名额 直至到每个月的月头 我都会去review 为什么是明天呢 因为这个月有一个年矫的 15%的优惠 如果我明天加了 大家又去装了的话 大家就有机会享受这个优惠 之后每个月的月头 我都会review会员的优惠 即是说下一次 即是去到5月1号的时候 就会review这个优惠 如果真的那么幸运爆了的话 我就会每次最多最多加10个名额 好了 现在立刻看看比特币的币价 又来到tradingview 现在比特币的币价是58611 记得上两条片 有个题目叫做 什么股滑的Bitcoin 这两天仍然是非常股滑的 这个BTC 昨天曾经 我们一直高见到 60,200多 去到59,700多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是股股滑滑的 所以我就short了它 都有不错的利润 如果大家有看我youtube的post 都应该知道的了 3月来说 我都跟之前的说法一样 3月我就会比较保守的 因为始终 之前说的月线图的关系 所以我都有比较保守的看法 今天说币价很快就说到这里 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就是NFT 很多人问我什么叫NFT NFT就叫做Long Fungible Token 今天这篇文章 刚才我看过 应该可以解答大家所有的疑问 今天跟大家简单看一看这篇文章 这里就说 NFT狂热一张JPG圖 卖出天价19亿加密艺术正在崛起 首先这幅图就是之前 我想上个星期 在一个拍卖行出售的一幅图 这是一个不知哪里的艺术家 在5000日以来的创作 即是说过去5000日 每一天它都有一个艺术创作 经过了5000日 即是说超过十多年的时间 它就决定将所有的这些艺术品 合并成为一张JPG 拿出来拍卖 结果这个拍卖 就得到6,934万6250美元 即是台币19亿 即是港币大概5亿彩口成交 究竟什么是NFT NFT英文全名叫做Long Fungible Token 中文亦成为非同质化代币 具有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独一无二的特点 今天就不会看完整篇文章 如果大家有兴趣仔细阅读的话 可以看下方的连续 我这里跟大家提出一些重点 简单来说 NFT的所有权 并不阻止其他人造访它 或者阅读它 NFT并不是捕获资讯 然后把它藏起来 只是捕捉资讯 然后发现该资讯 与脸上所有其他资讯的关系和价值 听完都不知道说什么 NFT 简单来说 和比特币是不同的 比特币来说 如果你在A 购买到一粒特点 而去B 购买到另一粒比特币的话 它们的价值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的变化是没有不同的 即是说你有一个5元 另外有另外一个5元 它们的价值是一模一样的 它们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 那NFT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它们互相之间是无可替代的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 即是一些独一无二的东西 可以是一个艺术品 可以是一首歌 可以是一张票 可以是有所有所有不同的东西 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甚至乎是你Facebook上面的一个post 每一个post都不能代替另一个post 甚至乎它们的post是一模一样的 都不能互相替代的 继续看下去 这里就说 由于NFT具备天然收藏属性 和便于交易加密艺术家 就可以利用NFT创造独一无二的 数位艺术品 其实NFT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 它在2017年就已经诞生了 首先有一个叫做CryptoPunks的东西出现 有很多这些不同的头像 每一个头像都不同的 大家就可以免费去领取完之后 领取完之后就拿去拍卖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CryptoKitties 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 我都买过一只加密猫 叫做 当时很流行的 虽然大家都是看着这些猫 好像很有趣 但是就不知道有什么价值 但是当时我记得 当时ETH可能是100美金一粒 或者是几十美金一粒 当时每一只加密猫 我记得最高是到 差不多一千或者几百个ETH 甚至乎 最近有些名人 将它生活化的东西 变成NFT 拿去拍卖的 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Twitter的老板 他的CEO 第一个2006年的推文 拿去拍卖 另一个人买了250万美元 你说是否泡沫 我真的不知道 艺术品这些东西 或者价值这些东西 从来都是由人去决定的 你说值就值的 即是我买这支水给你 你觉得他值100万美金 他就值100万美金了 OK 好了 来到这里 想讲讲另一个NFT的特色 就是去除了一个中间人 和其他普通的加密货币 都是一样 我们可以去除了中间的中间人 例如一些Fungible Token 好像Bitcoin 我们就可以利用它 而免却了中间的一些中间人 例如银行 或者一些交易系统 这些Fungible Token 都有同样的作用 例如有个人想发行新歌的话 现在必须要透过唱片公司 而就要分成给一些唱片公司 但是有了这个Fungible Token之后 你就可以将列士忌的一首歌 或者一个艺术作品 将它变成为一个NFT 就这样放上网 在区块链上 给大家去拍卖 就可以直接收到你的利润 不需要中间透过任何的中间人 接下来再和大家详细看看 NFT有什么应用 它说可以代表一幅画 一首歌 一个专利 一段影片 一张照片 或者是其他的知识产权 简单来说 就是所有独一无二的东西 你都可以用NFT代替 甚至乎你手上的一封情书都可以 接下来和大家看看 这个NFT的市场 有什么市场 这里展示了很多不同 NFT的市场 第一个就是NBA的TopShot 但香港应该用不到这个TopShot 你看到Trader最多有八万二千多人 其他都是几千人 所以这个NFT也是处于一个比较初步的阶段 而这里你看到是Coin Market Cap 就展示了所有跟NFT的Token 或者Coin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 NFT related的Token 大概是有108只 也不算是很多 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加密货币 已经去到有八千多只 所以108只来说 都算是一个很初步的阶段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个比较看好的NFT Token 或者NFT的Project 你看到它的网页 我一看就觉得很特别 你看到是一个Windows的设计 这里有Digo介绍了它是什么 然后这里有不同的功能 很多都是Coming Soon的 它基本上是一个NFT的整个Life Cycle都有的 就是说你可以放NFT上去买 你可以拍卖 你可以创造自己的NFT 你可以在这里赞色 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还有一个这个网页的功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玩这个踩地雷 这个如果你有玩过的话 你的年纪也有差不多 现在这个Digo的Token 大概是18元左右 我记得大概一个星期之前 在Patreon那里和大家介绍 这个Digo的Token 当时是12元左右 现在就已经升到18元 已经回落了 记得它最高的时候 升到36元 这个Project 或者这个Token 我自己也是非常看好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个网子研究一下 今天讲NFT 来到这里 有机会再介绍NFT的话 应该是和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将你的画 如何将你的歌 或者如何将你的情书 放上去这个区块链 变成为NFT 喜欢这条片的话 share like comment 下条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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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